Hello,大家好,我是Mr. Munsell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就是S4 Practice Exam Q9 我們先審一審題 第九條 It is given that alpha and beta are the roots o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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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k is a constant find the values of alpha plus beta and and alpha times beta in terms of k 搞定了A,我們再看看 OK,處理這條問題 第一件事當然我們要寫出一個general form 因為general form必須可運用公式 公式是什麼呢? 我這一個slide 其實在課堂上也展示過給大家看 我們就留意了 我們說 the sum of root equals minus b over a OK 看看product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equals c over a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general form的A,B,C 那這些 所謂的formula 你都是圖然的了 另外一件事 這兩條formula怎麼來呢? 其實我們就是 comparing exterm coefficient 和corresponding constant term 這個可以讓大家 forced run 慢慢看 我當然不懷疑大家 是能夠處理到 sum of root 和product of root 的 結果呢 都很明顯了 一個就是 所謂的負 k加1 over5 另一個結果就是 負k over5 的 OK 那就下b題了 當然我們又繼續審題 if alpha square plus beta square equals 13 over 5 find the possible values of k 那麼 題目呢 就說有一個這樣的公式在這裡 就叫我們去找這個的 values of k 那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只要呢 是能夠把它轉化到 是含有alpha加beta 和alpha乘beta 那我們就OK的了 我們有一招叫做Gamthulia 看看如何Gamthulia 好了我再說一次 我們要成就 這個有一個叫做alpha加beta 和alpha乘beta的物體 我們就 嘗試做這件事 就是 無端端 就去加兩個alpha-beta 你無端端加了兩個alpha-beta 就令到左手邊 那個的等式 那個值就轉變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它不轉變的值呢? 沒有問題的 你把它減回就行了 我們有減Tulia加 我們當然是有減Tulia減 那Mr.So 那做了什麼作用呢? 這個作用呢 我立刻就寫在右手邊 因為呢 我是想成就alpha加beta 二次這件事 alpha加beta 二次這件事 OK 如果你細心一點 看看現在的等式 全部都不是alpha加beta 只有alpha乘beta 我們就立刻代入去 當你做一個簡單的substitution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只剩k 和不是k呢? 即是數字 我們當然是很happy 首先要解釋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說 負分數乘負分數 就是二次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負負得正 所以正好我們就不需要再寫出來 接著我們要理解 就是當你有一個分數再做二次方 那我們就說 如果整個分數做二次方 那就是分數乘分數 簡單一點就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所以現在我出現了5加1的二次 和5的二次 然後我會全息乘25 令到三個分數都再不出現 OK 那我特地都寫快一點點 同時間又寫慢一點點 寫慢了什麼呢? 就是 你記住 你25是和整個多項式剪開的 所以你要乘兩個25 就是第一項要乘25 第二項要乘25 OK 那我也是寫了一個速寫筆記給大家 希望大家對剪開那裡就算了 少少了 剛剛我應該是寫錯了字 大家再看清楚 這邊整個分數 135乘25 其實就是13乘5 65 OK 那這裡我不懷疑大家展開的能力 所以我不慢慢說了 那最後就得出了一條 的corority equation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會做恩式分解 那你就說 阿Sir,我的恩式分解不太行 不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 不是聚來的 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 有另一招當然是按計數機 那我這裡寫得仔細一點 只不過是 擔心一些不同的人來看 突然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麼快 那就算完了 k的值就是 -16 or k等於4 我們總結少少少 第九題這個題目 第九題這個題目 原來最開始 我們到底對這個 sum of roots 和products of fruits 那一條公式認不認識 我再一次 希望大家可以 自己白手寫這個證 出來給你自己看 跟著另一個重點 就是你到底 對general form 這個東西 到底熟不熟悉 這個是重要 因為general form 不熟悉 就apply不到 那一條公式 那最後 就是 你記不記得 什麼叫做 gmtulia 就是突然間 增加一個2alpha beta 和減2alpha beta 如果你不行 那麻煩你 referfer identities 這個位置 展開也是一個 trap 就是有復位 大家小心點 中復 而最後這裡 只不過是小弟 你給我 就第一時間 從這一步 立刻拍機 好的 大家收看 拜拜